劉嘉玲、黃大偉、陳奕迅、童大偉、莫文慧、小S徐希緋和老公許雅君、 福大便便的鍾麗緹和老公艷震場、黑人陳建舟、鄭元昌和陳曉冬等 真是星光日日啊! 別以為這裏是頒獎典禮的紅地尖現場 有這麼大面子和號召力的 絕對是因為王妃和李亞鵬夫婦 這晚是王妃和李亞鵬在06年成立的燕賢天使基金 一年一度的籌款晚宴 加上今年由法哥法嫂擔任召集人 所以這晚自然是群星拱召啦! 為了可以幫助更多患有純惡烈的病童接受手術 這晚的拍賣會大家都非常踴躍 最後合共籌得2956萬元人民幣 有這麼驕人的成績 難怪王妃和李亞鵬都開心得情不至今在晚宴上熱敏啦! 其實除了做善事 大部分出席的嘉賓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我今天來這邊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我們希望可以不要一樣東西 為宴人靜一點心力 然後第二個目的就是來看王妃的 小S完全是導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其實自04年的高別演唱會之後 王妃就甚少公開獻唱 但是一年一度的慈善晚宴中 阿菲總會為答謝各位善獎人優如大開金口 這晚他也獻唱基金的主題曲 對於最近一直盛傳阿菲會復出開演唱會 一眾粉絲都很期待啊! 我沒有聽說,我真的沒有聽說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真的拍演唱會 我覺得是樂團的一件 我作為樂迷是一個人 你倒是很大的一個詩詩 希望吧! 我也看著了! 他的演唱會我一定會去看 他的專業我也一定會買 王妃真是永遠的天后啊! 就連法哥都說是因為阿菲才做今年的召集人 而福大便便的鐘禮台也都很支持這次的活動 而小S更加是愛阿菲,愛到連老公都不要 還打算和黑人一起合作 將老公許亞軍和李亞鵬湊成一對啊! 他跟亞鵬哥算是兄弟嘛! 那幾次晚宴的時候他們感覺蠻好 希望今天可以跟亞鵬哥跟徐亞軍一起有一個互動 煙然天使基金的由來 在2006年李亞鵬和王妃迎接了他們的愛情結晶品李煙 但是不幸的是,李煙竟然是幻想這個先天醇惡烈,也真是吐醇 這件事件對李亞鵬和王妃來講造成很大的打擊 但在勇敢面對之後,他們在童年成立了煙然天使基金 希望直至可以集合更多醫療去幫助這個基金 基金會2006年在中國紅十字會的支持這下成立 基金會每年都會舉行慈善晚宴,又拍賣形式籌務醫療經費 過去幾年,王妃、李亞鵬以及劉嘉玲均擔任過晚宴的召集人 而今年就由法多法嫂負起這個責任 而由2006年至今,累積的善款已經超過4000萬人民幣 成績非然,除了成立內地首支全部由中國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隊 深入偏遠地區為病童做手術,也正準備創辦煙然天使兒童醫院 希望令更多的病童受惠 雖然你未必有機會參與這個慈善晚宴,但你一樣可以付出你的愛心 令更多的內地小朋友受惠